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技术方法 有些地方他们有种方法可以用一只手数到12 怎么做?每根手指分为三节 我们有个可以指示每一个的天然指针 拇指 这样我们很容易用一只手数到12 而且如果我们想数到更高 我们可以用另一只手来帮助我们记录数到12的次数 提高到5组12 也就是60 更厉害的是 我们可以在第二只手上用同样的方法得到12组和12 可以数到144 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但我们可以在每只手上找到更多技术部分来提高数字 例如每根手指有三节和三条折痕 一共6个部分可用于技术 现在我们把每只手提高到了24 再用另一只手记录多少组?24 这样我们把数字提高到576 我们还能数到更高吗? 看来我们已经达到手指分区的极限得到技术最大的精度 所以让我们换个方式思考 我们最伟大的数学发明之一 位置质技术法 在不同的位置表示不同的值 例如数字999 尽管同样的数字用了三次 但每个位置表示不同的数量级 所以我们可以给手指的位置负值去打破我们之前的记录 让我们先忘了手指分节 来看最简单的情况 每根手指有两个选项 伸开和收起 这就不适用以十为进率 但非常符合以二为进率的技术系统称为二进制 二进制中 每个位置都是前一个值的两倍 所以我们可以给手指负值为 一、二、四、八 一直到512 在一定范围内的任何正整数 都可以表示为这些数字之和 例如数字7为4加2加1 所以我们伸出这三根手指表示它 同理 250为128加64加32加16加8加2 现在我们能数到多少了 伸出全部十根手指来表示 1023 还有没有可能更高了 这取决于你有多灵巧 如果你每根手指都能做到弯曲一半 我们就有了三种不同的状态 收起 一半 伸出 现在我们基于这三种状态系统技术 可以达到59,048 如果你的手指可以弯曲四周 或者更多不同状态 你还可以达到更高 这个极限取决于你和你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即使我们手指只有两种状态 我们也已经做得很棒了 事实上我们的电脑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则 每个芯片都有微小的电子开关组成 它们的打开或关闭 是默认基于2的表示数字的方式 刚刚我们用这种方法 仅用手指就数超过1000 计算机可以执行数十亿的操作 只是通过计算1和0 观看这段关于通过折纸飞往月球的视频 了解指数增长的概念 学习令人费解的数学知识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